曾几何时 Intel、AMD、NVIDIA三大巨头联合微软称霸了笔记本市场 如今这个行业里正式迎来了一个挑战者 那就是高通 身为手机处理器的老大 高通在笔记本电脑领域其实已经耕耘了很多年了 最近搭载骁龙X-Elite处理器的联想YOGA Air 14S骁龙AI元起上市了 这款高通阵营的排头兵实测表现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首先来过一遍YOGA Air 14S的配置 SoC是骁龙X-Elite X1E78100 里头包含了12核的Aureon CPU 最大频率3.4GHz 核显是Adreno X1 还有Hexagon GPU 宣称支持45TOPS的算力 内存为板载32GB 规格是LPDDR5X 8448MHz 测试样机为512GB的PC801 上市的版本是1TB容量的 屏幕是一块2.9K分辨率、90Hz刷新率、100%p3色域的OLED面板 这个面板之前我们没见过 它的首发售价是9999元 这个价格比我猜想的要高 另外提嘴售后 这台电脑在首发期间购买就可以包含5年的全保服务 包括人为意外损坏也是可以免费保修的 售户规格还是挺高的 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这次Yoga Air 14S用的是新模具 跟酷睿版的Yoga Air 14是不同的 我们拿到了汉语蓝和前海贝这两个颜色 A面正中间换成了大大的联想logo 上方是突出的摄像头模组 C面的键盘布局和酷睿版相同 不同的是键帽涂层更厚 字体也做了调整 此外掌托右下角也换成了Yoga的标识 来到B面 屏幕参数刚才介绍过来 实测色域容积为120.6%的DCI-P3 色域覆盖100%的DCI-P3 屏幕默认最大亮度是497.1nit 开启HDR之后局部最大亮度是995nit 这块屏幕素质是不错的 可惜我们这台工程样机没有色彩管理和色域缺换功能 据说上市的正式版机型会搭载 最后是地面 核心位置有大面积的进风口 接口部分相当简洁 只有三个USB4 Type-C 均匀全功能没有其他接口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电脑的厚度控制的还不错 实测12.9-15mm 裸机重量1.28kg 看完了外观 我们快速拆开它来看一下里面吧 这台电脑的拆解比较简单 拧下底面螺丝借助吸盘即可取下后盖 下方电池容量有70Wh 主板的面积相对较小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颗SoC 先来看一下处理器部分 高通这次并没有沿用ARM公版的Cortex X5方案 而是使用了字眼的Aureon架构 我们拿到的这颗是78100 12核心12线程 全核最高3.4GHz 没有单双核加速频率 处理器模块还包括了Hexagon NPU 它支持45TOPS的算力 内存方面 X-ELITE支持8通道16bit的LPDDR5X内存 这也意味着它只能板载 无法升级 理论最大为64GB容量 目前最高频率8448MHz 做一颗ARM移动芯片 X-ELITE也支持UFS4.0的闪存 意味着它可以使用板载硬盘 进一步减少机器的体积 兼容性方面 我们做了一个表格 包含了各种日常软件 以及一部分专业软件 大家可以暂停参考一下 需要着重提醒的是 在微软此前举办的Copilot加PC发布会上 已经有了众多软件开发商 宣布将推出Windows 11R ARM的原生版软件 这就包括了创业软件开发商Adobe 接下来大多数Adobe创业软件 都会推出ARM64的原生版本 支持微软的Copilot加PC平台 不过不同的软件 具体推出的时间还是有差异的 其中即将抵达的是Adobe Illustrator和InDesign 现阶段用户必须下载安装X86版本 并使用Microsoft Prince兼容层进行模拟使用 但和原生版相比自然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所以在过渡期间 用户只能继续使用转易运行的各类X86软件 一旦软件开发商推出了ARM64原生版 就可以替换掉放弃传统X86版本了 Adobe其他软件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例如PR和AE预计要到2024年年底 才会推出ARM64的原生版本 更多Adobe软件就要等到2025年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日常应用 联想的AI助手联想小天 也专门为了X Elite做了适配 小天本地大模型依托预装的离线数据库来实现 可以进行简单的文档大纲 会议记录等等操作 甚至还可以回答一些比较宽泛的问题 在高通的这台电脑上 小天是能运行在NPU上面的 得益于芯片计算能力的提升 小天的运行效率更高了 他甚至能直接跟你闲聊 这个功能可以在本地调用NPU来运行 之前Ultra的机器是做不到的 这次联想还更新了超级互联功能 可以跟自家的平板设备实现互联了 我们用这台联想小新Pad Pro 12.7系列一下 常见的移动端互联功能 像文件中转的、鼠标、穿越都可以实现 而且不仅支持照片、视频、文字、文件一拖实时共享 那些类似于视频、照片的文件 还可以零延迟跨设备预览 还不占用本地的设备存储空间 不仅如此 它甚至还可以直接当成PC的副屏来使用 并且升级到了最高60Hz的刷新率 这类功能虽然不新鲜 但是对于联想来说还是挺令人期待的 毕竟在传统的笔电品牌里 愿意做好互联功能的厂商实在是太少了 想用这部分功能必须挑选品牌 无疑是增加了使用门槛 目前联想的新品移动设备 包括MOTO手机和新出的平板电脑 都可以支持超级互联功能 好了 看完了兼容性测试 大家对于这台Yoga Air 10 CS能干什么 已经有一定了解了 原生支持的软件比两年前多了不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实测性能表现吧 首先来看CPU-Z 这个测试是原生支持的 XE 78100多核跑到了8165分 单核685分 横比X86平台 多核成绩比65W的Ultra 9 185H低了3% 比65W的R9 895HS要高10% 单核成绩略低于8945HX 比185H低了15%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读到SoC的功耗 但是我们通过Power-Z读到板上功耗大约是40W 如果缺掉板上进息的10W左右 那功耗大概是28-35W的样子 远生软件还有7-Zip 压缩和解压缩的成绩在90G左右 压缩性能对比R9有一定的优势 解压要略差一些 我们也试了一下转业的性能 能够跑到78G损失并不大 来到Cinebench这边 2024需要下载针对的ARM64版本 普通的64位版本会提示缺少AVX2指令级无法运行 安装了ARM版本之后实测 多核跑分995分 比65W的8945HS高 低于185H 单核性能方面由于R24基数比较小 而且测试时间比较长 这几台机器的成绩是比较接近的 此时65W的电源适配器读数达到了60W 而且电池会同步供电 推测实际SoC满复合功耗大概是在50-65W之间 这个能效情况比较接近X86阵营的水平了 我们尝试电器机器增加进风量 分数小幅度提升了30分 至于转异状态下的理论性能 我们之前那期视频里有演示 感兴趣的话可以一步查看 同样我们也试了一下离电状态下的性能表现 成绩跟插电情况下基本上一样 988分 说明这台电脑就像手机那样 离电和插电的性能基本上差不多 GPU这边 ARM64原生支持的World Life Extreme Unlimited 这个测试的得分是6395分 仅仅略低于112EU的X1LPG Still Nomad Lite跑到了1969分 对比之下128EU的X1LPG可以跑到3696分 转异性能我们在上期视频里也有详解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功耗方面图形测试比CPU测试的功耗就低很多了 板上功耗20多W 折合下来估计在10W左右 对比之下X1LPG的功耗要高上一些 接下来的游戏实测方面 我们挑选了几个兼容性比较好的进行对比 大家可以简单参考一下 续航是高通笔记本的强势项目 我们来跑一下我们的中高负载脚本续航测试 由于网易云音乐并没有ARM64的支持 我们把它换成了UWP版本的QQ音乐 其余设置则保持不变 200nit亮度最佳能效模式 在这个环境下 它的续航时长来到了800分钟 13小时20分钟 个人认为 对于日常这种长时间的离电使用场景 尤其是看视频 简单的刷刷软件 聊聊QQ等等 X-Lite确实是有优势的 解决了出差人时的续航焦虑问题 另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噪音和表面温度 我们通过30分钟的R24压力测试 来验证一下它的散热情况 CPU的频率稳定在2.7GHz附近 Sensor读到的CPU温度分别是82和91度 此时Power-Z记录到的板上功耗大约是49-52W 在这个功耗下面表面温度的表现还算OK 最高温只有43.2度 WSD常用键位40度左右 虽然看起来高温面积不小 但是实际上温度并不是太高 这个时候的噪音情况非常不错 满载只有43.2分贝 比较安静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使用过程中 大多数软件不需要让风扇努力工作 所以说基本上听不太到噪音 使用体验是非常友好的 OK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各位对于这台ARM架构的骁龙YOGA 新品也有一定了解了 这里组我们总结了三条缺点 供各位参考 第一批搭载X Elite的笔记本电脑有很多 YOGA Air 14S的骁龙AI原起属于做工精致 屏幕素质高 噪音控制优秀的存在 而微软身为龙头科技企业 在它的带领下 Windows 2 ARM会用力加速普及 而且有Adobe这类的专业软件开发者也有公开表态支持 相信ARM PC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 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你们的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结论白本心得 帮助见到小白 这是笔吧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